大家好,我是游书老K,由于上班的原因,视频创作时间有限,更新的时间不固定,给大家带来的困扰,还请大家见谅。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《水浒传连环化》的第四回《临冲雪夜上梁山》,看书不要忘了点赞、评论和关注,谢谢大家。 且说临冲被蔡卫高求陷害,冲军苍州,在野竹林遇险,亏得鲁志申救了他的性命,鲁志申把临冲一直护送到离苍州七十里处,才告别回去,临冲仍有两个差人,压戒着继续行走。 来到一家酒店,临冲要酒肉吃,店家却不卖给他,他为此十分气恼,说道,不卖酒肉给我,分明是欺我犯人。 店家忙说道,我却是好意,我给你吃的面皮红起来,柴大官人当你自有银钱,就不资助你了。 临冲问道,莫不是江湖上人称小旋风的柴晋吗? 原来这里有个大财主柴晋,是大周皇帝柴世宗的后代,专爱结识江湖好汉,佩军从这里过,他都有钱米资助。 临冲听说柴晋就在附近,就决意去投奔他。 董超学霸两个差人,知道到柴晋处,他们也有好处,就允许和临冲一同前往。 三人走了二三里路,过了一座大石桥,就看到一座庄院,到了柴晋庄上,恰逢柴晋打猎去了。 三人回身刚走了半里路,只见远处一簇人马飞奔而来,行至近前一看,只见众人拥着一位骑雪白卷毛马的人,眉清目秀,甚是威风。 这人正是柴晋,临冲上前道,小人是东京晋军叫套临冲,因高太位陷害,四配苍州,路经此地,御逃奔柴大官人。 柴晋听说是临冲,便连忙下马,斜着临冲的手,一同进庄。 他们刚在堂前坐定,只见几个庄客,送进来一盘肉,一盘饼,一壶酒,又有一个盘内,盛着一斗白米,米上放着十罐钱。 柴晋深斥庄客道,教头到此,你等如何这般轻易,快杀羊白酒香带。 柴晋亲自斟酒,款待临冲,二人边吃边谈,直到天色将晚,胡见庄客来报告,说红教头来了。 柴晋让红教头一起进来饮酒,临冲看时,只见内教头,歪带一顶头巾,挺着胸脯,神气十足地跨进堂来。 临冲向红教头行礼,红教头才也不才,还责问柴晋,为何后代临冲。 柴晋说道,这位非比他人,乃是东京八十万进军教头,怎么可轻慢? 红教头说道,大官人,你不要上了别人的当,刘佩军,以草父母,都说自己是什么教头,他敢和我比一比吗? 柴晋说道,人不可貌相,休小看人家。 红教头听柴晋说,不要小看临冲,就要和临冲比武。 临冲以为红教头是柴晋的师父,怕赢了他,会得罪了柴晋,因此不敢答应比武。 柴晋看出缘由,对临冲说道,这位红教头到此不久,还未遇到对手。 临教头不必推辞,可以和他较量一下。 临冲方才搭云,红教头首先窜到堂后空地上,脱了衣裳,拿了棒,只等与临冲交手。 临冲到了场内,也拿了一条棒,红教头恨不得一口,把临冲吞下,使开棒,就地打过来。 两个教头,在月光下对打起来。 四五个回合后,只见临冲忽然跳出了圈子,柴晋一心要临冲打败红教头,忙问临冲为何停手。 临冲道,小人只多这具价,因此全当输了。 柴晋给两个差人十两银子,叫他们给临冲开架。 两个差人,知柴晋是个有势力的人,又得了银两,不如落得做个人情,就给临冲开了架。 临冲又走入场内,红教头正要动手,柴晋却叫捎带片刻。 他叫庄客,取出二十五两一定银子,放在地上,说谁赢了就送给谁。 红教头怕临冲争取银子,先下手围墙,把棒劈面打来。 临冲往后一退,躲过一棒,红教头抢上一步,又挥棒打来。 临冲躲过后,红教头的脚步一乱。 就在这一刹那间,临冲挥棒横扫过去,红教头措手不及,打在莲儿骨上,撇了棒,扑倒在地。 众人见红教头跌在地上,一时挣扎不起来,皆哄堂大笑。 红教头被庄客扶起后,只见他羞残满面,一拐一颠地走到庄外去了。 柴晋又把临冲领入后堂饮酒,并让庄客把内定银子送与临冲。 临冲推辞不得,也就收下了。 临冲在庄上住了六七天,两个差人催促要走。 柴晋给苍州拂饮和劳城管营拆拨,写了两封信,叫他们照顾临冲。 另外,又将二十五两一定大银,送与临冲,也给了两个差人一些银子。 临冲等三人走了半日路程,就到了苍州城里。 行至牢城营内,临冲听后点名,同牢犯人告诉他,这里的管营,拆拨,贪赃枉法,虐待犯人。 若是无钱,打入土牢,求生不得,求死不能,使了银钱,一百杀威棒也可免打。 说话间,拆拨一道,拆拨见临冲不把银钱拿出来,指着临冲大骂道,我看你这贼配君,满脸恶文,一事也不得发迹。 你这贼骨头,落在我手里,教你粉身碎骨。 临冲等他发作过了,便取出十五两银子,和柴晋的两封书信,一同交给了他。 拆拨得了银钱,马上满面堆笑,讨好道,林教头,像你这样一表人才,酒后必然发迹。 等一会点名时,你只说有病,那一百杀威棒就可免了。 拆拨别了临冲,把五两银子给了管营,自己却得了十两,并把柴晋的信交给管营。 林冲送走差人,正满怀仇恨,独自叹气,只见抬头,叫他道厅上点名。 管营得了银两,心中有数,便免了杀威棒,叫林冲去看守天王堂。 拆拨领着林冲出来,说看守天王堂是个省力的差使。 林冲一面感谢他,一面又给他二三两银子,要求把家去掉。 拆过去禀过管营回来,就把林冲的家也开了。 从此,林冲便看守天王堂,他每日烧香扫地,不觉过了四五十天。 有一天,林冲到街上闲走,呼听背后有人叫喊,原来是东京的李小二。 在东京时,林冲曾就寄过李小二银钱。 李小二把林冲请到殿中,说是几年前,流落到苍州。 在酒店中做火机,殿东把他招了女婿。 如今殿东已死,小二夫妇就靠这酒店为生。 林冲也告诉他,自己被害的经过。 林冲从此常来小二店中,小二妻子替林冲缝缝洗洗。 林冲也给他家一些银钱,做酒店本钱。 小二夫妇非常感谢他。 转眼已是隆东天气,有一天,小二正在店内安排酒菜,呼见一个军官打扮的人,走了进来。 接着,又进来一个走足模样的人,两人一同坐下。 原来先进来的那个,便是替高太尉定计,谋害林冲的陆迁。 后进来的是高崖内的狗腿子,傅安。 陆迁取出一两银子,交于李小二,叫他取三四瓶好酒来。 等客人到时,国品酒传只顾拿来,不必多问。 又叫李小二去换管迎拆播,前来,说是有事情商量。 李小二去通知了以后,片刻,管迎拆播来道,他们相互之间并不认识。 陆迁只叫两人看书信,管迎拆播看信,拆播只读出了高太尉三字。 陆迁打发李小二走开,并告诉他,如不叫就不要进来。 李小二觉得非常可疑,便到里面,和老婆商议道,那两人来得蹊跷,又露出高太尉三字,莫非与林都头有关系。 这时,屋里几个人正在交头接耳,不知谈些什么,后来拆播说的话,却被李小二老婆听到了。 管迎拆播走后,那两人吃了些饭,算过账,也离开了酒店。 过了一刻,林冲也来到酒店中,李小二急忙将他迎进店内。 李小二便把刚才来人情形告诉了林冲。 林冲问明了来人的相貌,吃了一惊,越想越恨,不由地拍案大怒。 说道,这三十来岁的正是露迁,那泼贼竟敢来此害我。 李小二夫妻忙劝林冲,要他小心才好。 林冲别了李小二夫妇,先到街上,去买了一把锋利尖刀, 然后带着尖刀,在苍州城里城外到处寻找露迁。 一连寻找了好几天,也没有看见露迁的影子,林冲便松了下来。 到了第六天,管迎忽然把林冲叫道典市厅上。 林冲以为要出什么事,不料管迎却叫他去草料厂管事。 林冲心里怀疑,去找李小二商议,他告诉李小二调派草料厂的事情。 李小二夫妇只是叫林冲小心便是。 林冲别了李小二,到天王堂取了包裹、尖刀和花枪,便和拆拨,一同来到草料厂。 只见草料厂,四下都是麻草堆,中间有两座草屋。 走进厅内,只见一个老君在里面烤火,拆拨向老君说明,林冲来接替管理草料厂的事。 老君领着林冲来到草堆前,向他清点草料树木。 老君回到厅内,又指着壁上的一个大葫芦,说道,这葫芦借给你用,若买酒吃时,走出草料厂,顺大路向东走二三里便有酒店。 老君随差拨走后,林冲独自查看草厅,心里闷闷不乐。 这时,外面下起雪来,雪片从屋顶破洞中,纷纷刮入屋内,林冲觉得身上寒冷,记起老君所说,二里路外就有酒店,就想去买些酒来。 他将厅内火盆盖好,用花枪挑着酒葫芦,走出门口,锁了大门,出了草料厂,冒着大雪,向东走去。 行约半里多路,只见到旁有一所古庙,又行了一会儿,望见前面有人家,走近一看,见篱笆中,高挑着一个草轴,这是乡村酒店的记号。 林冲到店里去买酒,店主热情的招待他,林冲笑问道,你可认得这个葫芦,店主道,这葫芦是草料厂老君的,你必是草料厂新来的大哥,行饮三杯,全当接见。 林冲饮了几杯酒,吃了一盘牛肉,林冲觉得身上已经暖和了,便又买了些牛肉和一葫芦酒,才走出酒店。 林冲冲冒着风雪,飞也似的向草料厂奔去,林冲回到草料厂,只见两间草厅已被大雪压倒,他搬开破壁,只摸出一条棉被来。 这时天色已黑,林冲想到买酒时,在路上见到的那座古庙,便决定到那里暂速一夜。 林冲借着雪光,来到了古庙,庙内破败不堪,既无庙主,又无林社。 林冲把门关上,然后用一块大石头,将门顶住。 他回身来到供桌前,从怀中拿出牛肉,又从枪上解下葫芦,慢慢饮酒吃肉。 正吃时,胡亭的外面,噼里啪啦的爆响。 林冲走到门边,从门缝中向外观看,只见草料厂里起了大火。 林冲大吃一惊,急忙回身拿了花枪,准备开门出去救火。 就在此时,胡亭门外有人说话,他便扶在门边倾听。 原来是陆迁、傅安、拆拨三人,在门外谈话。 拆拨说道,小人在草料厂里点了石来拔火,哪怕林冲逃上天去。 陆迁笑道,亏得管迎,拆拨两门用心,回到京师禀过太尉,保你两位做大官。 林冲在庙内听罢,不由得心头怒火万丈,便轻轻扳开石头。 随后他右手挺着花枪,左手开了庙门,大喝一声,三人慌忙想逃走。 一枪刺去,那拆拨跌倒在地。 傅安,行不到时来不远,被林冲赶上,罩着后心一枪,也倒了下去。 陆迁吓得腿也软了,被林冲劈胸拿住。 林冲把陆迁丢在雪地上,用脚踏住他的胸脯,把枪插在雪地上,一面说着, 奸贼,我与你自幼相交,你却要来害我性命,且吃我一刀。 便从身边取出那口尖刀来,往陆迁心窝里刺去。 林冲杀了三人,回到庙中,把酒一饮而尽。 他走出庙门,只见草料厂的火烧得更大了。 他想了想,就决意先投奔柴进去。 林冲见了柴进,详细告诉了火烧草料厂杀死陆迁等人的经过, 并要柴进替他寻找出路。 柴进让林冲到山东凉山坡,去投奔王伦、杜迁、宋万。 柴进写了书信,又赠了林冲银两。 林冲别了柴进,匆匆而去。 林冲在路上,行了十余日,又逢满天大雪,北风怒吼。 林冲行了一程,天色已晚,身上又觉寒冷。 他见湖边有家酒店,就走了过去。 只见店里有一个人,出来看学。 此人身材高大,颇有英雄气概。 林冲问路,要到梁山坡去。 店家道,只有树里,却全是水路,需用船只。 林冲饮了几杯,想起高太尉陷害之事,心中十分恼怒,不由地脱口自语起来。 高求贼子,害得我林冲好苦。 内看学景的汉子,将林冲细细看了一遍。 他突然走过来,把林冲拦腰抱住了。 原来那汉子是梁山坡的头目猪柜。 林冲一听,非常高兴。 他又请林冲饮了几杯酒,叫林冲先去安歇。 明天一早,用船送林冲上山。 四日天色刚亮,朱贵把林冲领到水亭中。 朱贵取一张弓,搭上一只响剑,向湖对面射去。 林冲问道,这是何意? 朱贵道,这是山寨里的号剑,少时就有船来。 不多时,只见山寨中三个军士摇着一只小船向这边驶来。 林冲随朱贵上了船,小船飞剑似的向脖子里驶去,将林冲送上梁山。 水浒传连环画第四回,林冲雪叶上梁山。 完,咱们下次再会。 谢谢观看。